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宾馆基本上不出去 那个姐三个月都没下过楼 我们在房间自己偷偷地做饭 一对可怜的姐弟 孩子的爸妈一个半月不和我们联系 电话也打不通 给他们发短信也不回 希望我是大律师这个栏目主 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两个孩子的父母失联了 负责任的育儿嫂现在到处在找父母的下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委托人张女士 张女士欢迎你 谢谢 好 按照节目惯例呢 我还得问你一下 您刚才在短片中所陈述的都属实吗 属实 好 那我需要您宣读这份声明并签字确认 我承诺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根据你的案例 我们现场为您请来了五位律师 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我刚才看了这个短片之后 我有一个疑问 这个父母怎么会失联了呢 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回事啊 家政公司就是5月6号派我去那个雇主家 我到宾馆 当时我还挺怀疑的 我说那个怎么在宾馆呢 怎么不在家呢 然后他说家里装修有两栋房子都一千多万的 然后那个装修有甲醛 说那个影响孩子健康 那当时我也信了 我现在还这么想 那个一般人家可能不要两个孩子 要两个孩子条件都不错 然后可能为了孩子健康着想 然后他父母就住 也是开了个房间住我们隔壁 去了之后 你是不是第一次在宾馆给人家带孩子 对 是 也是挺奇怪的 当时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育儿嫂在 对 还有一个 我今天也是代替他 以前都在做育儿嫂工作是吗 我是在这个公司 然后考的那个育儿识证 那这个是不是你第一次上岗 对 做育儿嫂 对 那这个是你有了证之后第一个带的孩子 对 所以说你对这个孩子还是特别上心 特别有感情的 对 这个孩子开始带的时候就是很正常的 等到我们带一个多月之后 就是这个孩子哭我都受不了 就是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了 你看这个多大 我看那个是18个月了 我看的时候是15个月 有点小宝贝 好玩 好玩 这两孩子真的是很健康漂亮 对 这两孩子真的是很健康漂亮是不是 对 这个大的是我看的 这是你们的合影 大的是个女孩 小的是个男孩 这个大宝可可爱了 他后来都管我叫妈妈 去哪儿我都抱着他 看你们真是拍了不少照片呀 感情真是很好 这是我自拍的 然后他可可爱了 我每拍一下他都换一个表情 就是刚才是笑的 你看现在又刺着个小牙 这又开始嘟着小嘴 确实是 我能看出你对孩子特别深的感情 在宾馆里看孩子 这事情本身就够让人奇怪的 随后在与孩子父母相处过程中 发生的一些事情 更让他一斗丛生 他说家里有房车 要带我们去海南 他说他开公司 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岁岁到十多点钟 然后一个电话都没有 开公司的人不可能一个电话都没有 还有就是回来的时候都是半夜 我就觉得他那个点 就是打麻将的点 就是根本都不是 你就觉得他每天可能没有什么正事 对 抽盐 抽四十块钱一盒的盐 但是那个孩子没有鞋穿 我说让他给买鞋 到最后都没有买 那怎么就失联了呢 我是五月六号去的 他到六月六号的时候 过来说那个 说那个宝宝 那个听阿姨话 那个爸妈去给那个张姨和孙姨去取工资钱 然后就走 在那之前都每天都回来住 但是那天晚上就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们就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一直就说拖 一直说我明天要回去 后来就说家里有事就没回来 那到现在为止 他拖欠了你们两个多少工资 两万三千多 那当时拖欠你们工资的时候 你们没有去向他们索要吗 就是打电话他关机 每天打电话都是关机 那这父母真的是太特殊了 太奇葩了 怎么就把孩子一扔这么放心的自己又跑了呢 那真的是把孩子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上 我真是理解不了 到现在你们都没有联系上他爸妈 没有 那您今天到我们节目中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就是想要回我们两个辛辛苦苦 这三个月的工资 然后那个希望孩子也能有好的安排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难题 留给现场的五位律师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律师主场 张律师您好 我是裴律师 我同样也来自长春 您到顾鲁家工作呀 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在之前他给付您工资的时候 工资是怎么给付的 孩子父母开 但是到开始的时候他就走了 那您之前有没有像您的所谓的这个中介公司 您给他交过钱吗 交他450 这个钱是什么钱 我不懂 但是就是上岗的时候都要交的这个钱 那你们是跟中介签的这个协议 中介跟这个雇主也签过协议的 对 这是中介和 这是孩子的父亲吗 孩子母亲 和孩子的母亲 那您当时在雇主家工作的时候 作为这个家政服务公司 有没有给您介绍这个雇主家什么背景 介绍的孩子多大 然后呢 相应的这个雇主什么身份 有没有介绍过 介绍孩子多大了 就是细节没介绍 如果中介公司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居间服务 什么叫居间服务呢 它给你提供工作 你直接到雇主家 雇主给你开公司 相应的中介公司不管你任何的管理行为 也不给您交社保 也不给您相应的开公司等等的 一切福利代理都没有 那您这个事就只能找雇主 孩子到父母和家政公司签的合同 什么时间到期 他那是5月17号 就中间出社的时候 我给那个经理打电话 经理说那个他开支你就赶紧走吧 他那个他家没续签 也就是说到了5月17号 孩子的父母没有续签 家政公司没有及时通知你们是吗 没有 那好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张女士 您的工资可以向家政公司来进行主张赔偿 首先呢 你们签了上岗协议 你必须遵守家政服务公司的规章制度 接受他的管理 受他的指派去孩子父母家续工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家政服务公司呢 对您是具有管理指导和监督这种义务的 所以说更倾向于劳动合同关系 即使是居间合同 但是家政公司这位中介居间 没有透露和详实告诉你 孩子的父母已经没有续签协议 同时也没有告诉您孩子父母的一些真实情况 也存在过错 也应该对您的工资和您付出的其他的费用 进行赔偿 我始终认为他可能和您构成了一种劳动合同关系 您所拿的就应该是一个劳动报酬 我们认为说您和家政公司这关系 更符合我们劳动法中的 是劳动者和诱人单位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您去提起劳动仲裁 也可能会通过这个途径来维权讨回工资 孩子的父母失联就意味着经济来源中断 不但拖欠的公司没了着落 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父母走了之后没有钱吗 在宾馆不要做饭 然后我们偷的用电盘锅放点水 然后我们就有一袋面 他以前他放在那的 然后就剥了嘎汤 那个也没有油 有菜吃吗 没有 那个连他吃了几天嘎汤 那个孙姐就说说 他说这张啊 你别喝嘎汤 我吃的胃 他说我一瞅都恶心了 然后我就开始买那个大饼子 每天就是我俩吃啥 就是跟他没有关系 我每天都给他买一个 就是那个品牌的那小肠 然后再给他买一个 买每天一个水果 或者是糖或者是香蕉 你自己吃吗 我们不吃 是你们俩自己的钱吗 对我们俩自己 我们俩他搭了两百多点 我搭了一百多 我们出来其实也没有带钱 就是去家里困难 就没有钱出来打工 就是当时就是出来 就兜里就这点钱 然后出现这种情况 不敢跟家里吃 我怕家里人上火 就靠着自己打工出来 带着这几百块钱 对 然后在父母失联的过程中 保持着最低的这种生活的成本 然后对 就每天其实他缺营养 要是他跟我们吃一样的 那孩子正长的时候 那肯定不行 那最后他后来管你叫妈妈的时候 你当时什么心情 其实他跟我叫妈妈 我往我嘴上说 我说我是阿姨不是妈妈 但是我心里其实是挺高兴的 然后他一往叫妈妈 我就抱着他 我就 我说 我说宝宝 我说我是阿姨不是妈妈 他越说他越妈妈妈妈妈 其实你心里面还是 很幸福的 对 就是送不出去 就那段时间 等到他爸他妈 怎么回来的时候 那个 我跟我家那人说 我家那人说不行 抱回来吧 咱们养吧 你的爱人是这么讲的 对 咬不到工钱 已经让张女士头疼不已 孩子该如何妥善安置 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个突发状况 更是让事情变得刻不容缓 这两个孩子都发烧了 那你们怎么办呢 最后是通过媒体找 然后送到福利院了给孩子 真是没有办法了 对 这是你们当时能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吗 那个福利院起码条件好 他能就是专业点有医生什么的 能给孩子看病 那孩子那一天他都 他就是要我抱 他就是你放地下他不干 他是不是明明中房有感应一样 对对对 我就觉得他那天他有感应 一直在哭 那个孩子哭得可怜了 然后我回家我也哭了一个晚上 没交到他父母手里就这么给他 给福利院送去了 然后孩子我就觉得那孩子的恐惧心理 就是他都是陌生人嘛 放在那儿那孩子太可怜了 那如果孩子父母这样失联的话 那这个孩子的监护权 应该怎么归属呢 我也是一个新近的母亲 所以我就觉得身为人母 居然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真的是 我就不想评论这个行为了 不履行这种监护职责 达到六个月以上的 是可以提起这个诉讼的 而且法院一般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是支持的 他会再指定另外一个监护人 比如说指定现在 正在照顾这孩子的福利院 这是可以的 但是他的对象是针对的是 孤儿残疾儿童 他并不针对这个案子当中的 两个未成年人 他不是福利院所抚养的对象 因此呢 两个孩子在福利院 也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行为 孩子的父母虽然存在着仪器行为 但是没有达到法定规定的情节恶劣 因此他不构成一七岁 在这种情况下 那他的法定的监护权 应该还是孩子的父母 我不同意张律师的观点 我首先阐述一下 这监护权到底指定给谁 他的大的原则应当是 谁更有利于抚养子女 而在本案中 包括刚才您描述的这个现象 这个孩子父母从一出生 不仅他们不照顾 他们的亲属从来没有来探望过 但是他的那些孩子 就是他的亲戚朋友 未必知道这个家庭有这种变化 对 是吧 信息不对称 如果您想继续抚养这个孩子 在法律程序上是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有一种 叫家庭寄养的方式 福利院可能给您一些补贴 代为照顾这个孩子 我觉得这样有利于这个孩子 身心的健康的发育 其实对这个问题我挺纠结的 我既希望他这么爱孩子 孩子在他身边 但是我觉得咱不能让好人老受累 因为他们家里面负担真的很重 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宾馆 还有那个家政公司 他们登记的这个雇主的信息 是真实的吗 登记的信息 他母亲呢是真实的 我听宾馆的工作人员说 好像也没有 是以前那个以前的 运事的证件 那这样的话 它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宾馆没有如实地登记 孩子父母的身份信息 实际上他们是有过错的 他对您造成的损失 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宾馆在这个观影当中 它是没有责任的 当女士和孩子父母之间 形成的是雇佣关系 同时呢 这个孩子的父母和宾馆之间 形成的是宾馆服务可能关系 但是涉及到您的工资 只有向孩子父母 和向家政公司 来要求主张和赔偿 当时您送孩子 到福利院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小视频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 两位育儿嫂抱着孩子 来到了长春市儿童福利院 在福利院的门口 两位育儿嫂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两个人抱着孩子流泪 而两个孩子 似乎也能感到悲伤 安安静静地 趴在他们的肩头 看着孩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两位育儿嫂满心不舍 不住地跟福利院的工作人员 叮嘱着孩子的生活习惯 希望他不苦不闹 不找病 是不是特别怕 孩子在福利院不习惯 是 一直在给他们交代什么 他可可爱了 他一要睡觉的时候 他这个拍 然后你会拍的 拍的他该说了唱 他不会说唱 他是穿 然后那个阿姨说 说那个 哎呀等到别人看 你的时候 你再说穿 别人都不懂 然后我说宝宝是唱 然后他还说穿 然后他一说这个 然后我就给他唱那个 鲁冰花那个 一唱的时候 他就 他可安静了 他可爱听这首歌了 那你现在唱了 唱两句吗 不唱 你唱的时候 他总是仇佛里边的字 你说 你唱到妈妈 他就说妈妈 他一这么说的时候 我心里可难受了 就觉得孩子可可怜了 那个孩子特别聪明 不唱了 不唱了 不能为了节目效果 让你再伤心 咱们不唱了 谢谢 谢谢 这个问题可能真的 太多情感纠结在这个法理当中 你们说一下 如果你们代理这个案件的话 你们的诉讼思路 将是怎样的 我认为 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是一个大方向上 是劳动合同关系 或者是一个聚见关系 那么从一个细节上来说 我觉得你应该 相关的证据需要搜集 那么可能你付出爱情同时 把一些 比如说经常去找孩子的父母 一些录音 或者跟家人公司形成的一些 曾经签署单据保留 作为你以后形成 自己理由的一份有效的证据 再一个点 我就在这里也是提示 各位劳动者 如果您发现 公司有要侵犯您的行为 您可以勇敢地说 不 不要让自己的汗水 变成泪水 家政公司主体是固定的 您相应诉讼的话 找他比较好找 而且有支付能力 作为我来建议您的话 先找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先通过仲裁 确认事实劳动关系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通过合同关系 来找雇主 在这个里边 你支出了两笔费用 第一个 您提供家政服务 所获得的应该是公司报酬 同时呢 在孩子父母失联之后 您自己有自掏腰包 垫付的一些费用 在法则上属于 无银管理所支付的费用 家政公司在上个协议当中 又对您进行了 一系列的法则 可以看出 在您和家政服务公司中间 家政服务公司 是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 所以虽然说 他的工资是由雇主 也就是孩子的父母来支付 您和家政服务公司之间的关系 既兼具了劳动合同 又居然合同的特点 但是他倾向于劳动合同 所以您可以在孩子父母 找不到的情况下 可以向家政公司提起 您的工资给付之诉 但是关于无银管理那一部分 你支付的费用 还是应该向孩子的父母 来进行助长 第一个诉求 就是我要要回公司 我们首先要跟 这个家政服务公司 进行谈判 毕竟是他介绍给您去的 这家去服务 那么造成您现在的损失 或多或少的 哪怕从这个公平责任 或者说道义角度 他应该承担适当的责任 那么如果说谈搞不定的话 下一步还是倾向于这个劳动仲裁 而且从经济角度来讲 劳动仲裁是不需要您支付 任何的这个申请费用的 对您来说也比较经济实惠 第二项诉求 就是关于您说 给孩子找一个更好的归宿 所谓更好的归宿 您也表达了说 那我也想去养这个孩子 但是我也想提醒您 养孩子不仅说 我一时的冲动 一时的感情 其实不光你要把孩子 一时住行照顾 还还有教育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最根本的要解决 应该从孩子的角度 其实孩子现在最需要的 真的是亲生父母 现在我们法院系统 已经建立了 失信人名单制度 就是如果说 最终的法律结果 让他家政公司也好 包括孩子的父母也好 承担责任的话 他如果没有 及时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一旦被列入黑名单 对他是终身的影响 所以说 我们不会让你 伤了心有伤财 我们接着呢 把时间 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请你们拿起投票器 你们最认可 现场哪位律师的代理思路 请投票 我们现场观众 最认可哪位律师的代理思路呢 请给出结果 张灵霄律师 好 现场观众最认可您的代理思路 那现场的五位律师 如果您愿意代理这个案件 请留灯 不同意代理 请灭灯 请选择 好 五位律师的灯都为您亮着 这个很难得 说明你的扇行感动了他们 观察室两位老师 一直也在关心着你这个案情的进展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 刚才五位律师谈到了这个关于孩子的监护权问题 其实这个是在法律上有个理论叫国家侵权 就是亲人的亲 因为任何一个孩子 他的第一监护人是父母亲 当他的父母亲无法履行监护权的时候 国家是他最大的监护人 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应该站出来 孤养的孩子 所以放在福利院应该说符合法律 也是符合国家侵权理论的 我觉得今儿这事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从这个照片来看 您对孩子的这种爱心 绝对是不仅仅是一位保姆 仅仅是养吃喝而已 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给孙姐这两位 给我们做出来更好榜样的保姆 一些关爱是什么呢 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保姆 另外他向我们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信号 是什么呢 在我做好本职工作的时候 我没有忘记人性本善的这个道理 你看在这个观察团 我们栏目组也联系到了工信部 华盛绿色工业基金授予计划的主任高纪辉 他有话要对你说 张律师你好 首先你的整个我们一直在观察您讲述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刚才坐在我身边的那个阁主人 我们也商量了 我们工信部华盛绿色工业基金会 社会计划这次准备对你们两位 进行一个三万元的奖励 这个奖励由你们两个人 每人一万五 我将用于你们两个补贴一下你们 首先为张女士的这个善行 我们给点个赞 中国青年网是团中央的官网 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弘扬社会上的正能量 宣传真善美 今天晚上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 感觉到这个社会上这种好的 还是占大多数占主流 对这个善行 我们要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和宣传 掌声送给他们 也送给我们负责任的张女士 我觉得作为这样负责任 又好心的人 我们不光应该让他们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赞美 更应该得到物质上的补偿 那现在我把这个选择的机会交给你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最终会选择哪位律师呢 好 请向前两步走 张灵霄律师 张灵霄律师 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擅长领域 民伤市纠纷 股权纠纷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张女士 您的工资可以向家政公司来进行主张赔偿 关于无银管理那一部分 你支付的费用还是应该向孩子的父母来进行主张 他的法定的监护权应该还是孩子的父母 好 希望在您的帮助之下 他的维权之路能够顺利一些 因为社会需要弘扬正能量 做好事的人好心应该有好报 好的 掌声送给他们 我是大律师 是一档法律服务节目 节目中所有言论只作为普法宣传 不能作为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判决的依据 接下来我们这位委托人是谁 他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 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刘欣赵 今年3月4号呢 我在一个网络销售平台 购买了价值6985元的酒店产品 准备在6月下旬 出发前往三亚旅游 但是在6月中旬时 我致电供应商 得知他们已经和这家网络销售平台 终止了合作 导致我的这个酒店产品 也没办法使用了 于是在6月17日 我取消了订单 并且收到了网站的回复 承诺退款将在1到3个工作日之内到账 6月23日 该网站公布了清算公事 之后呢 就再也联系不上该网站 并且至今没有收到退款 我今天来到我是大律师栏目的 就是想问问专家 我的这个退款 怎么样才能最快的追回 本来高高兴兴地想出行 没想到出行没成功 钱还要不回来了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委托人 刘女士上场 来 欢迎刘女士 琪琪你好 你好 各位律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女士欢迎您 不过根据节目的惯例 我还是想问您一下 刚才短片中 您的陈述都属实吗 属实 好 如果属实的话 我需要您宣读这份声明 并签字确认 我承诺 对本人在节目中的行为 和陈述的真实性负责 好 请签字 来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根据您的案例呢 在现场我们专门为您请来了 五位律师 我们现在一起通过大屏幕 认识一下他们 沈洪波律师 副中文律师 李慧琴律师 何安妮律师 郭骏律师 在观察室里 还有两位点评人 他们将全程关注我们节目的录制 也通过大屏幕 认识一下两位点评人 刘贵明老师 宋晓阳老师 本来是买了一个旅游产品 对 没想到最后突然发现 它被清算了 对 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怎么说呢 特别懊恼 全家都是有自己的工作时间 要把大家的时间调在一起 安排一年的 这个当中的这么一次休假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您是跟谁一起出行呢 父母 还有爱人 不过我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个销售平台呢 其实就在今年二月份 我还有 也是预定它的酒店产品 有成功出行过 就是自己在订机家酒的这种产品的 或者是完全自己在它这订酒店 然后自己来安排假期的 我觉得在它这个平台上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是你预定那个酒店的照片吗 对 是它这个销售平台上 对 确实很好 这个价位是怎样的呢 我那个花了6985块钱 在这里边订了两个房间 一共是五天 准备就是全家出行 就是没别的想法 就是想去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然后去发发呆 然后彻底放空子 然后缓解一下各方面的压力 已经开始处于清算之间 因为从它时间 它是6月17号开始取消单子的 6月23号它清算的 一个礼拜之间 真正一个公司的清算 不可能再就正好赶上它这一单 可能在那之前 就已经开始清算的工作 就可能在清算工作的时候 它才下的单 可能骗到一单是一单 按理说 如果它是公司处于清算的话 是不是本身 就应该不再接新的订单了吗 对 那林医生我有一个疑问 它这个破产清算 应该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 它应该其实是 早就已经公司内部已经知晓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还是在网上 再继续销售这个产品 是这样的吗 这也是让我很气愤的一点 它是23号发的这个清算公告 21号 22号 都有我们的消费者 在它的网站上 成功购买产品的记录 有一位朋友 他是带着自己的孩子 去到帕劳旅行 他人全家已经到了帕劳的机场 地接社的人也来了 但是告诉他们说 那个因为这个平台 那个销售平台 没有给地接社结钱 所以地接社要求他们付全款 然后才能有这几天的行程 你们是自己也建了一个群是吗 这是什么群 主要是我们的这些普通的消费者 都是我们在这个平台预定产品 自己准备出行 那他们的损失大概都是多少 你知道吗 个人消费者这块来说 在我们的QQ群里 大概有五六十人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损失大概已经有十几万了 你在这里再重申一下 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像我的这种情况 我如何能快速地 不管是追回退款也好 还是得到相应的服务也好 能够使我的这个权益 能够得到保障 好 平台方现在已经消失无踪的情况下 他又该找谁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律师主场 你好 你好 首先一个 您觉得您这个产品预定成功了 这个标志是什么 我付完款之后 他直接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上面有验证码 然后有联系电话 有没有供应商的名称 有 然后您的这个预定的内容 时间有没有 确切的时间 就是我在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在产品说明里边 有很明确地写到 说只要在六月三十号之前出行 然后呢 就是随时可以预定 然后呢 如果没有出行 就或者说我改期货怎么样 没有出行的话 随时可退 他有没有要求六月三十号之前 你要提前提前几天来预定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在订好产品之后 有没有跟他联系 有 也有联系 也是这家供应商 对 但是那个供应商也有给我短信回复 说他们已经好多个月 都没有跟这家平台合作了 而且他们之前负责跟这家平台 沟通的工作人员也已经离职了 你当时付钱的那一刻 你知不知道你把钱是付给了供应商 还是付给了这个平台 显示的对方的那个收款方 是我这个平台的 在工商注册的那家公司 你当时在这个订的这一刻啊 你认为你是在通过这个消费平台订酒店 还是说通过这个消费平台 他在委托供应商帮你去订 还是说你认为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房屋就是他两个在帮我提供这个服务 对 我基本上是以为是一体的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是不能出行的 我是六月中旬 想具体确认我的这个出行时间的时候 那您是跟谁确认的 是跟这个供应商 就是说您为什么没有联系平台 因为那个他在我付款之后 他给我发的那个确认短信 告诉我的验证码是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出行打哪个电话联系 然后那个电话流的就是供应商的电话 然后你跟供应商联系 他说现在因为没给钱不能出行了 然后您接下来怎么做的 那我就去找平台取消这个订单 就把订单取消掉了 对的 那么取消之后您有跟平台再联系 然后就联系不到人了 是这意思吗 他平台是这样 他当时直接给我回复了一条短信 打到我手机上 然后承诺一到三个工作日之内退款 订单已经取消 所以我看到这条短信 其实我是很放心的 我觉得这个至少退款这件事我是完成了 流程是很标准的 对 所以你也就没再联系他们了 对 但转周就没过几天的事吧 刚才看到啊 到用户书里面有提供一个指定的邮箱 有没有往这份邮箱里面发邮件 都有 有没有得到回复的邮件 就是你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有没有通过全国公用信息平台这个网站 来查询一下 这个销售平台的股东 他的背景 我有 来 这样吧 因为我们的记者呀 也从这个工商部门查询了一些信息 不知道能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来 这个销售平台 他的股东也是一个法人股东 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 他这个平台还投资了 另外四家公司 这个是不是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呢 对 这个就属于他的对外投资 如果将来我们在清算的过程中呢 发现他的对外投资 也是有称余价值的 那么他的对外投资 也是进入他的清算财产的 就说这家公司呢 就是我们查了一下 第一呢 他有对外投资的几家子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呢 只有一家呢 出现一些经营异常 是因为他没有做年报 其他的公司呢 目前也没有说出现异常 所以我认为 就现在您这个 目前的很多这个材料 还要需要进一步 根据后续的调查 才能有一个具体的这个结果 从您这个案件来看呢 我们认为 它已经呢 符合了破产法这个条件 如果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的话呢 那么他的所有的财产 都应该去进行变现 变现所得 那么他会按照下列的顺序 进行清偿 第一个来讲 就是破产清算的费用 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说呢 职工债权 然后呢 接着就是税款和社会保险 然后下面呢 才是普通债权人 那如果到他这儿没钱了呢 因为比如说 这个平台还欠了他员工的钱 然后什么都赔完了 到他这儿 就没钱了 或很少一部分钱 那怎么办 是的 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可能在前面的顺序里面 已经把所有的财产 都分配完毕了 那么您的清堂就是零 就这吃哑不亏了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意思 刘女士购买了6985元的酒店产品 得知无法出行后 取消了订单 网购平台却贴出公告 宣布清算后失联 而市场上又出现了 同样一批人建立的 另一个同类网购平台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众多消费者的损失 谁来承担 律师又会给出 什么样的杜送资路呢 就像你讲 你是希望尽快地追回钱 那么对你来讲 就是说时间是很宝贵的 越快越好 你到底在跟谁交易 我觉得并不当然地 能够推定 只是在跟平台 就目前这个情况 可能将来执行也很困难 根据目前的证据材料 你其实是可以起诉两家 就是平台和供应商 因为现在供应商能找得到 法院必然会责令 一般来讲会责令 那个供应商提供 他跟平台之间的合同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如果在这里边 他们是一个 共同承染业务的关系 或者说平台只是他的代理人 那我认为你是可以找 供应商所要你的钱款 如果说他不是这样的关系 那么你也就只能是 找这个消费平台 以我诉讼的经验 供应商是一定不会有责任的 从这个合同的定性上来说 我认为他一定不是一个委托合同 他就是一个服务合同 您既然是对互联网销售平台付过款 那么他就有理由保障 在你们所约定的条款内 为您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 您除了可以告销售平台 您还能告这一家销售平台的股东 它是一家法人独自的公司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公司法上所说到的 一人有限公司 对于这种一人有限公司 公司法的第63条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说公司的股东 他不能够举出证据来证明 他的财产是独立于公司的财产的 那么对于公司的债务 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为现在的互联网这种创业企业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固定资产的 对吧 它几台电脑 一两个服务器 然后员工桌子 然后所以我就在想 就算它的这些资产全算上 规理包堵 然后在之前还得清偿 他们员工的那个拖欠工资 最后能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时候 还能不能有 是吧 咱们个人 哪怕我挽还了信用卡 都会影响到我的征信 然后我都可能贷款什么的受影响 为什么他们 那个他们作为创业者 是吧 然后他们拿着这么多消费者的钱 或者拿着那么多股东的钱 他们去投那么多的项目 他说倒就倒 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本 这个刘女士 对于您的遭遇 我真的我非常的同情 您想尽快地能够得到 您的这个返还的 您的所预付的这个款项 我觉得这个身份 您一定要把握住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您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个人认为供应商和销售平台 它在这中间应该承担的是一个 同时对消费者承担的一个连带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也有规定 就是关于这个预付款 预付款如果是预付款形式的这种 这个消费或者是购买产品的话 那么将来 您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这个预付款应该退回您 不仅退回还应该有利息 我觉得还是要跟这个解散清算 结合在一起 就是如果说你在解散清算的过程中 发现股东实际控制人 滥用法人独立 以及滥用有限责任 比方说刚才我注意到 你说他另外又开了一个APP的平台 他是不是挪用了这个公司的资金呢 如果在解散清算过程中 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不起 我们可以否定这个公司的有限责任 他的法人独立地位 要求你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挪用资金方来承担这个责任 那么解散清算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就是说法院如果指定了 你股东甚至中间机构 你来组成一个清算组 在清算的过程中 如果他发现了 你明明知道 你刚才提到的6月23号 收到了这个短信 在这之前他还在大量的吸钱 明明知道已经不能维系下去 是不是涉嫌 以非法占用为目的 是不是涉嫌有其他的 民事或者刑事的问题 可能也能查得出来 我也不赞成刚才说的这种 一般的清算程序 实际上无论时间成本 还是我们花费的劳动 都会无限当中增加 我们注意到 这个互联网 它的企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品牌优势 实际上来讲 它不在于它有多少资产 如果它这个品牌仍然有优势 它的运营模式仍然有优势 那么这一块资产 是可以变现 或者是通过重整 来重新获得新生的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这个程序呢 得到我们所要的这种赔偿 那我把现在这个时间呢 也留给现场的观众 让他们票选出 自己最认可的诉讼思路 希望呢也能够帮助你 好 请现场观众 为你们最认可的代理思路投票 请开始 那现场的观众 最认可哪位律师的代理思路呢 请给出结果 副中文律师 好 掌声送给副中文律师 现场五位律师 如果你们愿意代理这个案件 请亮灯 如果你们不代理这个案件 请灭灯 请选择 我看何安妮律师灭了灯了 你为什么灭灯了呢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起案件呢 它的管辖法院 不会是在北京 它是在上海 我认为呢 就是说如果找一位 上海本地的律师 跟诸多的受害人呢 大家在一起 沟通可能会更便捷一些 也会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当然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一定会尽我的绵薄之力的 好 谢谢何安妮律师 那你看到观察室 我们也有两位点评人 在全程 关注着我们节目的录制 希望他们对这个问题的 一些看法 能够帮助到你 好 有请我们的点评人 现在目前呢 看到这个平台 我觉得如果说它缺德的话 还有点太褒义了 为什么呢 23号它就要清算了 可是212号 它还在卖产品 聪明的消费者 在面对现在这样的 网络消费的时候 我们到底如何去 真正保护自己的权益 我觉得今天刘律师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是什么呢 就是他很聪明地 保留了很多的证据 在这样一个 已经很聪明的消费者 还是没有办法去抵抗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 到底怎么办 还让律师得给我们来支招啊 您提供给我们的案件 可以说是一个小案件 但结束了一个大问题 我觉得这个案子 从大问题来讲的 应该是从两个角度来讲 来解读 一个是眼前的事 一个是未来的事 一个是关于我们国家的 信用制度的建立 这个信用制度的 看得出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 我们这个互联网企业的 信用制度如何建立 确实了一个大问题 如何建立 确实是一个关键 第二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信息化体系 我们的信息化体系 按理来说 带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方便 但是也带给了我们 这么多的问题 我看到的最近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呢 还有一个强调 他强调的就是 以信息化开展破产案件 审判新局面 深入推进攻击册 结构性改革 由此可见呢 我们的信息化建设 也将为你这个案件呢 颅骨天忆地 增加一个新的手段 我想呢 刚才5月6日说的 都是值得你参考 无论你采用来的方案 都对你来讲 都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 但是我们最关键是 要解决未来的问题 好 感谢两位点评人 观察团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在这里呢 我看到这个案子的话 我们中国天洋网 愿意对这个案子 进行跟踪报道 及时地形势 我们的新闻监督权 对 有舆论的监督 我相信你这个案子 能够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我们看看现场 还有四位律师 为你亮着灯 那再结合一下 我们点评人 和现场观众的意见 那接下来 我把选择权交给你 好 思考好之后 请向前两步走 到选择区 请选择 副中文律师 来自北京市 龙安律师事务所 上海分锁 擅长领域 公司法 合同纠纷 我认为就现在 您这个目前的 很多这个材料 还要需要进一步 根据后续的调查 才能有一个 具体的这个结果 如果在这里边 他们是一个 共同承软业务的关系 或者说平台 只是他的代理人 那我认为 你是可以找供应商 所要你的钱款 如果我说 他不是这样的关系 那么你也就只能 是找这个消费平台 我是大律师 是一档法律服务节目 节目中所有言论 只作为普法宣传 不作为影响司法机关 公正判决的依据